美国政府局部停摆已经踏入了第27天 而政府机构关门对当地经济影响也日渐浮现了 有传闻指白宫高官曾经私下建议特朗普要恢复政府的运作化解僵局 但是特朗普他还是坚持己见 虽然部分的公务员被迫无薪上班 但是他们并没有罢工 那是因为美国早在1947年就通过了一项禁止联邦雇员 透过罢工作为谈判筹码的做法 的法律如果雇员罢工 该员工将会被视为矿工 甚至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的 在美国德州的机场 一群员工手拿着示威牌子在门口高喊 希望特朗普能够明白人民的心声 重新开启政府 画面转到了堪萨斯城的国税局 在每一年美国纳税人都需要报税 但是由于新的一年面对政府关门 导致联邦共援需要无薪上班 以不干扰政府的运作 我现在是一位重要的职员 所以我会被迫迫回工作 没有赔钱 特朗普非但没有向阻挠他 新建美墨为强的民主党低头 他甚至写信告诉佩洛西 因为政府停摆 临时取消了佩洛西 原定出法埃及 阿富汗及布鲁塞尔的行程 留在华盛顿 陪他一起面对难关 直到政府停摆结束之后 才会重新安排 报复民主党的意味浓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